美国时间周四 收盘主要股指全线上涨 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创下历史新高 电商股普遍下跌 阿里巴巴下跌0.74% 京东下跌0.67% 听多多下跌3.81%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此前强调 在美联储开始撤出大规模债券购买计划之前 需要看到更多强劲的就业数据 这令周五的非农就业报告备受关注 投行瑞幸周三在一份报告中称 美股继续在低波动性的带动下持续走高 我们认为股市的广度 成交量仓位和人气指标都是积极的 我们预计将进一步上涨至新高